請收看尾心世界 尾心論壇 詞曲 李宗盛 記得說有一個師姐來特殊一班 她跟我們兩個兒子 她的女兒整天就跟媽媽吵 我們搬到那一間啦 搬到那一間啦 沒辦法她就搬過了 有一天她就來找我 她說 她昨天晚上要來上課 走到7號還來一碗 被灰出來 吐灰 她要嚇一下 看著看著 黏著黏著 我們的大門口那 她的舊頭請坐 腳電話跟她女兒說 馬上開車帶她去中山醫院 檢查 結果 檢查她的食道 她的胃 都沒有打槍耶 因為她就開火而已 所以她的手帕今天都紅的 醫生多緊張耶 趕緊叫她不要上課 趕緊做各種檢查 結果 結果 都查不出原因 她回家她就來找我 她就跟我說這個狀況 我第一個反應就問她 你有拔處有嗎 她說有啊 當時要這麼拔而已 她說這樣 什麼樣 一聽就知道了 趕緊耶 馬上回去處理 很簡單 不用請師公人 也不用大福啊 就是用鹽米 紅的米參與還是熟 尾頭又熟一遍 也不要騷擾 過幾點鐘了 這裡擾就好 過一天也沒關係 這樣而已 好溜溜 我看來上課都用跳的 滑涼涼 時間 入手 這是很厲害的 都讓你不開玩笑 我們今年要睡房 今年要入手 你都要小心 這社會很多人說 都沒有在信坐 睡房也沒有在看著 我們的發問 他們的屬性就在這裡 我想要記得說 鄭七萬也有一些學員 跟他們說 跟他們先生 他們過在辦的宗教界 都沒有在看日子 天天都是好日 結果他們老公整天在掛急診 現在來到我們的發問 不要掛呢 不要掛急診啊 因為我們的發問是全方位的 我們也注重住家 也注重日子 也注重生效 像這些 都是保護到我們每一個人 使我們帶來平安 明年馬上就到了 明年馬上就到了 明年幾乎中 順道他們 你們的法事 都總會跟你們說 我們要蓋房 要修理 要創天房 要做馬桶 都要做主意 再來我們家的廁所 發問詞 放錯 也是問題一大堆啦 發問詞 頂刷 頂蓋 不用說只嗚嗚就好了 一定要用金紙來發 這些 這些 都是我們法門的秘訣 其他法門很少聽到說 發問詞 押起來頂蓋 要再發金紙 要再發索查夫 內修 很少聽到 只有我們的法門 其他法門也很少聽到 你問詞 開後要去家的時候 門外的發金紙 發翁 門才打開 讓忘記進入 這也是我們的法門咧 維新聖教的法門 就是全方位 每個人都跟我們照顧到 每個人都跟我們看顧 使我們住的平安 生活的幸福 這是我們的法門 所可貴之處 我們今天下午 我們第一位 就來請 袁振法師 袁振法師 因為我們第一位 袁振有點事情 我們改第二位為第一位 先來發表他的論文 我們把他鼓掌 大家好 午安 我姓黃 黃曹臣 袁振 我們台中道場 演藝法師 在座的法師 講師 各位修道同修 大家好 阿彌陀佛 今天 我們的主題是 維新世界的五觀論 是國際觀 當然國際觀 我的主題 寫上一個眾生平等 我們要跟 眾生結緣 你假如說 我們假如說 秉除 沒有一個眾生平等的概念 我們的腳步 很難踏出去 很難踏出去 國際觀 眾生平等 公為陰陽日月最長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回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這是我個人的簡介 從台北過來 那我目前從事 機械設備的代理 我代理歐洲的一些設備 當然跟今天的主題 攀上一些關係 我是做國際貿易競口商 我在大安市 嚴道法師 先修班 一班啟蒙 參加921 愛信團 第一屆的 視訊班結業 現在是第二屆的 疫經宣法研究 我們知道國際觀在師父 推廣海外 紅髮實施辦法中開示 善髮應弘揚人世間 廣結天下 賢達士生 以義傳義 以義會友 以義會心 共創世界 爭和平 以為本願 並願為天地利心 為生民利命 為往勝絕學 為萬事開太平 所以師父我們在 民國93年 2004年9月 我們中門 就舉辦了 世界華人 易經新華養賢班 主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 能夠將我們的中門 能夠洪華到世界各地 藉著我們華僑 遍佈世界各地 能夠將它的觸角 能夠往世界各地擴展 能夠往世界各地擴展 當然到現在 我們今年 2012年 2012年 在華人班修到同修 差不多有數百位 當然 音言俱足 我們目前 在日本 在日本 有大阪道場 在紐約 紐約有教室 洛杉磯 澳洲 等地都有 洪華的一個點 當然這個也是 我們符合我們祖師爺 本土 無本來之土 傳法就迷情 易花開午夜 結果自然成 當然我們最主要的 我們除了華人 當然華人我們可能 在語言方面比較容易地 能夠傳法 但是世界 不單單是華人 我們可能到處碰到的 有不同 國家的人 就好像我們台灣 我們翻開台灣的歷史 因為我們台灣 特殊的地理環境 我們知道台灣 從1624年 河南人到台灣 西班牙的人 也到過台灣 美國人 英國人 都有短暫的時間 跟台灣結緣 當然另外 民朝 民國 清朝 清國 日本 中國 都來跟台灣結緣 所以事實上 我們住在台灣的島民 已經聚足了 國際觀 已經聚足了 每個人都聚足了一個國際觀 當然這個 我們當然就是說 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因緣 我們沒有用心去研討 沒有去用心去鑽研的話 當然我們 荷蘭人跟我們事實上有什麼關係 可能沒有關係 我記得以前好像一個歌星 叫珍妮 她是有荷蘭人的血統 那 因為我剛好有一個 德國的廠商 她是荷蘭人 我就問她說 我們在台灣 台灣有這個 倫餅 喔 倫餅 有有有有 她講說 這叫倫餅 他們講的 就是我們的台灣話 倫餅 荷蘭人現在 他們在國內 荷蘭的國內 他們也是 有這樣的一個稱呼 他們也是有這樣的一個稱呼 那我們從很多的資料 也可以知道說 我們算農地 這個農地多大 一甲 兩甲 這種單位是荷蘭人的一個單位 他們常用的 目前在用的一個單位 所以在國際上 這樣的一個交流 事實上我們能夠 得到一些很多的資訊 那今天早上 有很多的法師 也提到了說 我們國際觀 需要是靠著資訊的紅髮 那相信這個是給我們很大的一個 一個警惕 我相信說年輕人 他們在玩電腦 他們在上網 他們手指都非常的靈巧 那我們年紀比較大了 可能就差了很多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上網 我們上網能夠得到很多很多的資訊 譬如說 我們打上先佛式 一堆的資料 就會跑出來 很多的文章 一些法師 留下來師父的傳法 很多的資訊 這個是我們在座有機會 應該要具備有的基本的一個工具 坦白講是電腦上網 它是一個工具 就好像我們國際觀 我們以前有那麼多的國家 跟我們有一定的因緣 除了和諾話 除了中國北京話 他們講的英文 英文是最基本的一個語言的 這個是工具 這是工具 剛剛我們提到了 就是荷蘭 西班牙 英國 明朝 清朝 日本 中國 我們台灣事實上在1624年 那現在是2012 快將近400年前 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因緣 那這個圖也是 也是讓我們去了解 這個是都是從網路下載 那我們很簡單的 打幾個案件 就會跑出一些資訊來 我們知道荷蘭 它是佔據的 在台灣的南部 在台南 台南很多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紅毛城 包括台北 新竹 各地都有紅毛城 那些紅毛城都是指的是 紅毛的荷蘭人 那在西班牙 在北部的三遼角 大約有38年 大約有38年 來佔據台灣 再來是鄭成功 明朝的鄭成功 21年 那清朝 清朝我們知道有200多年 212 再來是日本 清朝 整個清朝的大約應該有 260年的一個 一個王朝 日本也在台灣 有50年的歷史 所以有很多我們 比較年長的同修 包括我的父親 他們都比較有機緣 來講日本話 再來是 講北京話 中華民國 從1945年到現在 我們知道說 荷蘭人 他來台灣 我們台灣是 因為一個處女地 它有很多的 農牧場 一些資源 他都是盡量地去搜刮 他是盡量地去搜刮 那從資料來講說 他們一年可以搜刮 四噸黃金的產值 每一年 那我跟他計算 我們的 我們的黃金 目前是 一千五千五百二十元 那一千 十錢的話就是一兩 十六兩是一台金 一台金是六百公克 那我們除以0.6就是一公斤 那四噸就四千公斤 這樣算起來 是三個看碼 五十八億台幣 在那個時候當然 可能那時候的幣值 跟現在的幣值不大一樣 那我們就知道說 過去的 過去三四百年前 台灣 為什麼台灣人家講說 台灣人家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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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他的一定的 一定的這種佐證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從這邊 有一個感觸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木材 對 雞尼 也是多到日本去 那些產職 台灣的蔗糖 台灣的髒腦 包括說 我們以前很多我們說 譬如說鹿港 梅花露 是台灣的一個盛產 但是大家曉得說 以前的日本的武士 胸前的這種裝飾 是梅花露的皮 那荷蘭人他來台灣搜刮 我們這些的資源 他成立一個國貌港 台灣是因為地理因素的關係 他是一個國貌港 那我們知道我們國際觀 國際觀 我們之所以提到說 台灣 我們台灣他是 他過去的歷史 他事實上不是說 人家講的 日本講的鎖國 台灣講的鎖國 他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地方 因為不同的國家 一個利益 來將台灣 台灣跟世界有所接觸 所以國際觀的核心 他是以眾生平等的思維 所以我們講說 眾生平等 眾生平等 他跳脫我們自身的 文化的一個局限 來正視其他種族的文化 跟他的價值觀 我們一定要先摒棄 我們中華所謂的中華的文化 我們要去了解 譬如說我們過去 日本人 荷蘭人 西班牙人 跟我們有一定程度的姻緣 我們要有那種心思 但是假如你能夠 會電腦上網的話 你很容易的就是連結 去連結 去了解 去了解這些國家 當然各位 假如譬如說有人 我們師兄弟 他的日本語的語文能力很強 可能將來有這種姻緣 到日本去紅髮立身 我們維新中的益金風水學 他從益金中能了解 對方是我的條件 從而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 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言語法師有提到的 我們根據我們洪水學 該投資 不是說投資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真的是一個大學問 不是說我們開一個店 就保證賺錢 世界上沒有這回事 沒有那麼爽快的事情 那藉著我們一金風水 能夠幫助我們知進退 所以也是根據風水學 我們了解 我們了解 居住的空間對生活的影響 我們了解以後 藉著一金風水 我們的世界就會更和平 當然我們提到眾生平等 眾生平等 眾生平等不是我們嘴巴說一說 就是眾生平等 就好像我們外勞 現在我們在台灣 台灣好像是一個國際的都會 我們不管走到哪個地方 譬如說我在幾年前我到桃園的南侃 當然它是靠近國際機場 但是我們碰到的很多的外國人 台灣現在的社會 真的是一個國際的社會 真的是一個國際的社會 我們小孩子都有上英文班 有學在語言 很多碰到的外勞 碰到的一些國外的人士 我們知道在國外有所謂的種族的歧視 我相信這個是很難免的事情 人多有個對 好像對非洲來的黑人 好像有個不屑的感覺 當我們有不屑的感覺 當然眾生就不平等了 我們要去跟他們接觸 要跟他們弘化 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我們要去跟我們做講的 共和平等為了 是不平等的事情 我們要去看他們的記憶 只會是不平等的事情 我們要去看他們 他們每次都經濟 在這裏中打、他們的壞